大家好 我是肥太郎 《超人拖列格》已經是7月10日的《超人之日》當日正式播出了第一集 相信各位磨拳策掌的超人粉絲都已經等了很久了 而在當日我就做了一個直播節目 和部分觀眾討論了那一集相關的內容 在這裡跟大家說 在之後的集數我暫時都會在播出的無奈開直播和大家討論那集的劇情 請各位觀眾自行選擇需不需要跟台 而今天的這條影片 將會和大家講下我的看法 分享第一集的劇看觀測 即是劇情看點觀後感和推測 開始之前 去過片頭醒醒神先 在影片開始之前 先和大家交代 這條影片一直都會用我慣常用的譯名和方便我去講的代名詞 請大家注意 好 第一集的劇情正式開始 《烏托拉無腦速講》 故事大概就是一個女魔頭每一天爆射復活之後吵吵閉 鏡頭一轉 生活在火星城市的曼拉卡Kengo 她見到一位女性全身發亮白光 又見到一個黑暗巨人對她發射死光 但原來一切都只是一個夢 Kengo和她媽媽一起住 她媽媽是在某大財團擔任遺跡研究 Kengo就是在同一個財團擔任植物研究 有一天Kengo遇到難題 就想稍微欲望問候她媽媽 她發現和大老闆溝通的媽媽 這個臭小子就想藉著機會偷偷跟蹤自己媽媽 走進了一個倒轉的金字塔 發現了超古代文明產物 就是這一把大劍 Kengo也和大劍產生了反應 就在同一時間女魔頭召喚出怪獸 但怪獸出現不久 就被大老闆暫時打走 事後Kengo就再一次遇見這個發亮白光的女性 然後大老闆就和Kengo討論夢想和美羅 Kengo想再進出令人類活展露笑容的花朵 聽完這番話之後 大老闆就覺得這個小孩子不簡單 是一個好造之材 大老闆就送了她一堆變身的道具 之後怪獸再次出現 主角也都被某些力量吸入金字塔的深處 在深處之中看到光之巨人的石像 女魔頭也立即出現 而白光女性也都全力護駕 最終也不敵女魔頭 這個時候Kengo和光之巨人產生了共鳴 變身了成為Rutonamantolica 玩完一輪地圖炮 來掌摯角 閃電連邊 和超人之呼吸之後 成果和Elloyne死光殺死了怪獸 並且令女魔頭暫時玩救 而Kengo最後也離開了火星 和大老闆回去地球進入螃蟻隊成為真經 最後和我們透露了少少關於女主角和男佩哥的畫面 第一集的故事可以說是就這樣完了 接下來就是看法和分析的部分 如果單純只是想了解劇情 其實已經可以離開這條影片 我必須大停頭盔 以下的內容完全只是我的個人意見和猜測 一定有錯的 一定不可能是100%正確的 是啊 我這頂頭盔 我是由頭盔到腳的 由於今次是新世代迪家 我會在不評價他的很愉快的情況之下 單純地找出兩套作品相似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今次的主監督 是最擅長武打器的版本號一 而第一集的主編劇就是 霞一詩 Naoki 他一直都被外界認為 他就是曾經在遊戲品牌Key社裡 擔任著名大作Canon的製作人 九尼直樹 雖然他本人一直都沒有承認或者否認這一點 不過今次也是他第一次擔任超人的編劇 我們先看看他的播出前Local 大家可以見到 同樣都是仿照超人迪家去設計的 而同樣都找了一個小朋友的聲音 去讀出標題的名字 接著我們就探討一下第一集的編名 超人迪家第一集的編名是光之繼承者 Hikario Tsukumono 超人拖裏格第一集的編名是光之連繫者 Hikario Tsunagumono 大家可以看到兩者其實十分相似 但並不是完全一樣 男主角Manaka Kanga 由演員自馬拿我飾演 曾經演出過 Boys and Man 新世紀祭戰士 Manaka Kanga是一個很正面 而且善良的角色 而且帶有少少的孩子氣 Smile Smile就是他的口頭善 Smile Smile 他本人十分強調要為人類帶來笑容 珍惜大家的笑容 以及守護大家的笑容 所以其實他不是新世代迪家 而是新世代古家 而在他的性格上 可以看到Kangor和超人迪家的人間體 Dai Go是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樣 雖然Dai Go有時候都會像一個大小孩 但是Dai Go在第一集裡面 更加會釋放出一種沉默寡言 多造詞小說話 以及不會將過多的情感流於表面 以往的Dai Go 會因為受到巨人石像的共鳴 而出現非常痛苦 隔而大叫的現象 而且對於自己成為了光之巨人 起初是不願意接受 以及是十分困惑的 不明白自己為何會成為了光 而對比起Kangor 我們可以看到Kangor 是完全沒有以上的反應和感受的 另外Dai Go在TV版1至52集 和劇場版外傳 都從來沒有出現過他的家人或者家庭背景 即是在後續小鐘千秋的官方小說版 有提及過他是一個孤兒 是在寄養家庭裡成長 而Kangor在第一集 已經帶同自己的媽媽出鏡 其實我也看了很多中文翻譯 會翻譯她做真宗Lila 雖然是令人很容易聯想到 超人迪家的女主角Lila 但其實她媽媽的日文名 是Manakaneina 是多了一個E字的 所以她媽媽和Lila應該是沒有關係 因為Lila的對應角色 應該是今作的女主角才對的 如果找她媽媽對應Lila的話 可能真的有點重口味 為什麼她是跟她媽媽同性的呢 其實Kangor很大機會是一個樣子 今作的尤澤利 Yuzare 同樣都是由女主角Toyota Luna 飾演的 尤澤利在超人迪家裡 是地球警備隊隊長 相信本作也是同一個身份 而且已經出現了 人令光之繼承者變成光的劇情 而在她的劇情中也有跟以前一樣 又放出光之長的能力 同樣也都帶有保護和阻隔作用 以往的尤澤利 是分別由演員 場內美爺子和高樹齡飾演的 因為依賴美隊長 就是繼承了尤澤利的超古代人為全恩子 所以我們可以推斷出女主角 Chizuma Yuna 也都同樣可能是繼承了尤澤利的超古代人為全恩子 我們在本作中可以見到一個倒轉的拖列金字塔 而這個遺跡也是20年前被發現出來的 這個金字塔相信是對應著超人迪家 變成石像場面的金字塔 不過我們就在裡面 看不到有其他巨人的存在 反而是多了一把超古代神劍 Sakuru Armuzi 迪家金字塔的內部 是帶有一種金光閃閃 金碧輝煌的感覺 而Toriga金字塔內部 就是帶出了一種古代遺跡的感覺 另一方面就是超人迪家 和超人Toriga的比較部分 由於之前已經和大家對比過 兩個超人的形態 身高體重 絕招明清 變身方式 光之漩渦 和Carotimer閃爍的聲音 如果沒看過是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超人Toriga的叫聲 和超人迪家當年由真地勇志配音的聲音 基本上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聽聽聽 對比起真地勇志版本的迪家叫聲 我認為它是更加像劇場版當中 有長野博 本人聲宴的迪家叫聲 不知道大家有認不認同呢 至於必殺技姿勢方面 超人迪家複合型的必殺技 就是Perion Corsair 以及超人Toriga複合型的必殺技 就是Perion Corsair 我主觀上認為動作大致上是一樣的 而我們也可以看到有一瞬間 Toriga寫出了超人迪家常用的得意技 Handoslash 其次就是超人Toriga的戰鬥之勢 超人迪家複合型的戰鬥之勢 由於同時擁有力量型和速度型的力量 所以前手就是手刀型 後手就是拳頭型 但是超人Toriga的複合型 後手雖然也是一個拳頭型 但是前手就不是一個手刀型 我認為它是更加比較接近 像超人迪拿閃光型的掌型手 至於未來 關於形態上的變換 我們會在下一集討論 因為下一集的預告已經透露了會出現力量型 而今集的古代暗怪獸哥露巴 就是一隻由古代怪獸哥露沙 和古代怪獸米露巴融合而成的怪獸 我們可以聽到它同時有兩種怪獸的叫聲 而且它是擁有哥露沙的潛地能力 和米露巴的飛行能力 但是不同的是 以往的哥露沙和米露巴 是因為地球發生異變 他們為了攻擊迪加金字塔而聯手出動 而今次的哥露巴 就是由卡路美拉全權控制 今作的女魔頭 妖麗戰士カルミラ 就是由人氣聲優 曾經為多部人氣動畫 例如是中二病也要談戀愛 偶像大師灰姑娘女孩等等配音 相信一眾的聲優迷一定是追到死的了 而在推測方面 我有一個特別的看法 以往的卡美拉就會用 傷愛等等的字眼和黑暗迪加對話 有關於卡路美拉和托里格的對話 我們還未能夠聽到有戀愛成份 或者稱他為戀人之類的句子 而且我們再對比起三位新的暗之巨人的名字 光力戰士和光力鬥士 晉敏戰士和晉敏測試 愛憎戰士和妖麗戰士 即是唯獨是愛憎戰士變成妖麗戰士 是不是就是暗示給我們聽 卡路美拉和托里格本身就不存在著愛 會不會只是單純的一個背叛同伴行為呢 而Kengo在夢中見到的黑暗巨人 因為雙手都是呈現L型死光 以及頭上也有零型的發光源 基本上也可以肯定這個就是黑暗托里格 而因為黑暗托里格已經在兩個月前被原谷官方註冊了 至於托里格為什麼會由黑暗巨人變成光之巨人 很大機會他都跟超人迪加一樣 是受到尤澤利的說話影響而氣暗投名的 但是一切的詳情都有待後續去交代 而在這場戰鬥裡面 由變身的部分開始說起 除了有最傳統的新世代特色變身器發聲聲效之外 也都同樣可以見到新世代的傳統 就是玩到驗光的超人駕駛艙模式 也都可以見到版本號一 是十分之喜歡用超人面部半透畫面和泥漿摔角的 以往的超人之舵就有見過出現相關的畫面 以及曾經和貝利亞大玩過扶子泥漿摔角 戰鬥的初期也都能夠見到 以往超人設曾經用過的低潮式鏡頭攝影方式 今次的作戰地點是火星的平原 給人一種超人蒂拿大戰蘇菲亞合承受的感覺 由超人托尼加和哥路巴的光線技攻守可以看到 超人迪加當年一打二對戰哥路沙和迷路巴的光線技攻守感覺 而超人托尼加和卡路美拉的邊打對戰可以看到 當年卡美拉對超人迪加移情別戀那種充滿仇恨的邊打感覺 而最後令人感動的人形爆破 在超人梅比斯之後其實已經很少用了 最後一次在TV版看到人形爆破 可能已經是超人梅比斯第二集的事了 而今次的火星城市相比起迪加 其實是更加帶出了一種超人蒂拿時代的感覺 因為超人蒂拿的第一集正正是由火星開始的 是一個比起蒂拿的時代更加先進的火星駐人城市 完全是一種未來都市的記事感 我們可以看到疑似是運送能源的軌道電梯 而我們也可以看到 今次火星市民接收資訊的畫面 都依然是透過城市裡面的大電視螢幕去收看 都可以說是其中一個老情懷 我們看超人迪加第一集的時候 當哥路沙和迷路巴首次出現的時候 市民看新聞的時候 都是透過城市裡面的大電視螢幕去收看 而Kengor是火星植物學家的設定 聲稱就是對應著Dai-Gor在最終聖戰之後 前往火星去火星種植物的設定 但其實Dai-Gor在火星上種植物 某程度上其實可以說是一個Bug來的 在超人迪加全套的TV版 其實都沒有提及過Dai-Gor想去火星種植物 這個設定其實是在超人迪加的TV版才添加 而在超人迪加最終聖戰才作進一步的描述 至於為什麼是一個Bug 因為超人迪加的第38集 《海視神流的怪獸》裡面有提及過Dai-Gor是有很嚴重的花粉症 所以她去種植物 甚至說是種花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笑話來的 當然這些都只是題外話 而當中 這次Kangor作為植物學家 Kangor的花朵 這朵花 比起一種感覺就好像超人迪加第45集裡面 那朵令人類沉醉在夢想之中 不肯回現實而邁向滅亡的花朵 基植拿 但她竟然將這朵花 改名為老老爺 Lului 老老爺就是超人迪加TV版結局裡面 忽然在太平洋之中 浮上來的謎之古代遺跡 曾經是超人迪加TV版最終BOSS 邪神加達魯祖阿 和超人迪加死戰的地方 亦都是超人迪加最終勝戰 三位暗之巨人場面和戰鬥的地方 究竟這朵花和遺跡有什麼關係呢 而我的推斷就是 假設Kangor的花 其實真的是新版基植拿的話 而在劇情中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朵花 還在未開花的狀態 以往的基植拿 在人類就離滅亡的時候就會開花 究竟Kangor的花 會不會也因為這樣而開花呢 還記得超古代人老古曾經說過 基植拿有兩個作用 第一 它可以令人永遠進入夢想的世界 第二 它可以永遠保存人類的老細胞 永遠保存人類的老細胞 可以為改造人永遠保存記憶 個人其實是十分之希望可以再出現相關的劇情 今次的會長 我認為他是對應著超人迪加裡面 地球和平聯盟TPC的澤井總監 澤井總監是一隻致力 為人類的未來開創新一頁 和今作會長的理念大致相同 在超人迪加第34集 直到南方盡頭裡面 當中也有提及過 Dai-Gor加入Guts的原因和經過 因為有一次澤井總監遭受到宇宙全襲擊 當時還是TPC運輸部的Dai-Gor 一度拔刀相助 在危機之中 單人匹馬狗出了澤井總監 就是這樣得到了澤井總監的好感 之後就由澤井總監親自提攜 超級升職加入Guts的 而Cangor 就是因為他希望大級人類笑容的理念 同樣也得到了會長的好感 之後就由會長親自提攜 超級升職到Guts厲害的 即是說兩位男主角 都是在最初懂得倒閉大老闆 而升職加工 接下來就是世界觀的部分 究竟新故事是用了一個全新的平衡世界 還是延續了超人迪加之後的世界觀呢 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在劇情中看到答案 在吉士的隊長發言中可以看到 在這個世界的六年前才第一次出現怪獸 而超人迪加的故事 即是在故事裡面的AD2007年 世界才是首次發生異變 即是說 哥勞沙米勞霸的出現和蘇晴 亦都是在AD2007年首次發生的 如果這個真是延續了迪加的世界觀 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為蒂娜是緊接著迪加7至8年發生的故事 如果它真是延續了迪加的世界觀的話 那這個故事不是就是超人蒂娜前一年的故事嗎 但是論它的火星科技先進程度 TPU的組織 甚至是市民見到超人之後 完全沒有作出見過超人的反應 基本上每一事每一物都不會在迪加和蒂娜中間發生 加上從會長的說話 更加可以證明平衡世界論 會長在見到Torriga登場之後 說出了一個說話 這句說話就可以說明了 過往這個世界並沒有光之巨人在世人面前大庭廣眾地出現 而會長就說到有一個人曾經勇敢戰鬥並且開拓命運 之後就出現了一個超人蒂娜的畫面 可以推斷到他是見過超人蒂娜 但是不一定是在現在這個世界 可能是曾經是一個有蒂娜的世界 到見過蒂娜 但是因為超人蒂娜本身就有很多不同的人間體 超人蒂娜也都出現過在很多不同的世界裏面 他見過的那個超人蒂娜 未必是我們本身熟悉TV版裏面的超人蒂娜 所以他見過哪一個的超人蒂娜 暫時都是未知之數 現階段小大爺是不敢再出任何判斷的 關於女主角和男配角的部分 其實我內心已經有一些想法 不過考慮到這條片可能會太長 關於這兩位角色的想法 我會在下一集有更多資訊的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最後就到觀後感的部分 總括意見 這集的節奏的確有點快 因為他帶出的資訊量和復筆真的有太多太多 雖然我們見到有很多不同過往片集的感覺 例如是超人蒂娜TV版的感覺 超人蒂娜劇場版最終聖戰的感覺 和超人蒂娜TV版的感覺 雖然沒有打畫面是十分好看 而且可以說是燒淺式的製作 但在文氣方面就有待改進 版本號一依然不可以能夠在文氣和武器當中拿到一個平衡點 整體來說我會給第一集五分的分數 或者讓我分享一下我的評分準則 其實一向大部份的第一集 在我心目中都不會拿到太高分 包括超人蒂娜都是 那這個就當然了 超人蒂娜有這麼多這麼正的集數 你不要告訴我你最喜歡第一集吧 如果你真的最喜歡第一集 我也沒話可說 因為第一集大多數都是交代劇情前設為主 通常都不會有太多有意思的概念 或者發人心醒的道理 以往在我心目中的超人蒂娜 也都是一些發人心醒 充滿大道理 可以令我們反思自身和社會的故事 所以以後我都會用這一把邪 來作為評分準則 至於說到今集我最喜歡的情節 就是人形爆破的部分 完全是給了我們這些老粉絲 應該要有的平成感 而我最不喜歡的部分 可能真的是男主角 曼達卡加英哥 經常說smile smile 說的方式和時機都有點尷尬 希望在說smile smile 在適當的時候才說 這樣我們也會看得舒服些 而我想在最後說的就是 粉絲評價兩極化的問題 其實這一套作品一直以來最大的爭議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就是新世代迪加 新世代迪加五隻大字就是它的原罪 新世代沒問題 問題是出自於迪加 一些極度深愛迪加的粉絲 認為這一套作品是用了迪加的名字 完全是沾沫了迪加 侮辱了迪加 完全不能夠接受新世代迪加的存在 我雖然都是超人迪加的粉絲 但我是完全能夠接受到這一套作品的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把這套作品 當作是新世代迪加去看 我心目中的超人迪加永遠都只有一套 一套作品的好語話 不應該建基於它的名字或者標題 我認為內容是更加重要的 按照現在來說我認為整體感覺都不過不失 歡迎大家留下大家心目中 最喜歡的部分和最不喜歡的部分 讓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今集的影片就結束了 畢竟劇集都是新出 都可能會有資料有誤的情況 歡迎你們更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Show Watch